掌声有请下一位 周伟健 男23岁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中草药栽培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是周伟健 今年23岁 我是一个爱折腾95后 我的理念是 不装男枪不挥头 把枪拆了 继续走 今天来到菲尼墨署 去找一份管理 助理及销售的岗位 谢谢大家 魏老少 中草药 对 栽培技术专业 对 怎么会选这么一个专业 就是当初上初中毕业吧 初中毕业之后 就说觉得农业嘛 以后肯定有大有发展嘛 那你考农业大学 你怎么考了一个旅游职业学院呢 就是这个学校是八个学校合并的 也就是说你很善于种草 善于种马铃薯 这个种草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个术语 对 你解什么意思吗 抠抠微信 然后 抠抠那个 抠抠 对 他还真不知道 这么年轻的人不知道种草啥意思 在你心中有个种子发芽了 种了草 特别想要 明白吗 明白了 勾起你的欲望 实现我的理想 这就叫种草 学农这个行业来讲 可能说起来没有那么好听 而且呢 也不是那么有趣 和土地 和这些农作物打交道 这个就需要一个特别踏实的精神 你在学校创过业吗 在大学组建过团队 我是负责人 去承德横缩农场 然后做推广 做销售 怎么样呢 做的 在大学三年 没有花家里的钱吧 真的啊 嗯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嗯 挺贫困的 比如想 今天想吃这个了 嗯 就考虑来考虑去 感觉家里没有钱 留着钱还是干别的吧 你爹是干嘛的 工人 妈妈呢 我妈也是工人 销售 事情 也不能熟 顶 预 更 顶 婶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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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的 那我真的应该好好给你点赞 谢谢老师 他是有社会责任感 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是我比较 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方面 像这种年纪的人 想着帮助别人 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很多人自己都自顾不暇呢 而且把自己的专业化成为价值 精准扶贫 是吧 解决别人的生活困难 这是将心比心呢 因为你也知道 你自己的家庭曾经也贫困 对 那像你这样的好孩子 会不会恋爱呢 就是说现在没有 以前有 以前有 咋分了呢 开始是喜欢的 结果经过接触一段时间 感觉不适合自己 哪不适合 不愿意跟着你一起吃马铃薯 对 吃不了苦 对 比较物质 可能是吧 是吧 那你也找个什么样的呢 找一个 能给我通干苦 空花奶 慢慢找 你要求薪资多少啊 八千家 管理 助理 销售 比星五千一块 五千 对 你所指的管理是管理什么 我因为有 喜欢挑战 喜欢创新嘛 就是说比如说 有一个团队 我们一个团队去搞一些 搞一些东西 搞一些点子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凭什么你做管理呢 你管过多少人 在我们学校团队是六个人 然后我们系里 民俗处也有人 那你管人是怎么管的呢 我看你不像一个管人的人 像一个被管的人 对 员工是 还得捞那种政策 在我能力有限之后 给他们开最高的工资 你还是用情感去管理啊 对 有的人是为了钱 有的人是为了名 学术界的 是吧 有的人为了政绩 有 我将来环游世界 他就是为了一个 小小的成人 那如果为了成就感 就好好让他去玩这个游戏呢 周总 我想辞职 这个现在薪酬太低了 家里面负担有点重 所以我想换一个 收入更高的工作 你的理想搞没什么呀 我现在不是做行政吗 我觉得行政赚太少了 我觉得我想去换一个 更大的平台 然后拿更高的工资 因为我的生活压力有点大 除了会做这个工作 还会做什么工作呀 我去做销售也挺好的 销售可以挣得多嘛 对吧 这样吧 那啥 我给你安排一个销售 兼那个行政 然后你先干着 兴致一半 然后你干得好之后 你直接干销售 不用干行政 疯了 就是说 我一份工作是五千 你都干两份工作 干销售 销售干得好之后 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利益 两份工作干不了 销售 你的师哥都急了 是吧 你想说什么 伟健 我给你点建议 这个管理呢 我觉得可以先给他割持一下 我觉得今天呢 你的精准定位 还是延续你之前的 过往的工作的履历 往这个技术维护 就是偏于你的专业 这个方向发展 他过往经历 就是有过马林鼠的这个 苗普基地的培育 你看看 并且还解决了营销的问题 他把那苗能输送出去 你看你上过 上过非女莫属的 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 非常精准 来看看他的PPT 在上大学时候 遇到了一个女生 然后特别喜欢人家 你刚才不是说喜欢的 得到了后来又分了吗 这是另一个了 挺有故事呀 那是他论一下 你没有专心地种马林鼠啊 专心种了 对不对 你的马林鼠发了牙呀 这个很喜欢是吧 对 是分了没有 对 你可以再找他呀 再找他 还在联系 对 那跟他说点什么赶紧 来 可以再次表白一次 他叫啥名 刘红颖 说小名 你把整全名都叫出来 哪个名 颖子 哪个影 哪个影 就说上边一个 那 新影的影 啊 林志影的影是吗 对对对 哎 咱俩是有沟通渠道的 谢谢老师 行了 行了 来来来小影 来说啥 自从我见你那一 我的天 没有 这样子太不浪漫了吧 哎 哎我说韦健啊 得说说 韦健啊 你刚才在描绘这段事情的时候 你那眉飞涉我的小样 我以为你会表达了 哎我说 没想到啊 你这个就来了一句 你还得表白一下呀 管他你来 教教他呗 哎他也是不来 我来我来 不是 什么叫你来呀 你要干什么 诗人要演 我教你啊 嗯 怎么追女孩子 谢 这样子追女孩子 我爱你 如爱自己一样爱你 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 便是如你陪在我的身旁 我们隐隐不离 便是呼吸也会同步 我想我爱你 比爱自己更爱你 对 我觉得你跟什么人 都可以说这样的话 是吗 我来计较你一下 真的你能用上 这种东西就不能教 对 人家很好教的呢 没有 计较就是最高的 你自己不现在也是单身吗 你们两个人都是单身 有什么好教的 他的表达那种朴素感 那种那种那种瞠目结舌的 那种迟钝感挺好的 不扑钝感没有用 我觉得你要跟那个女孩 第一说出来 你见他 那你说你来 你来你来你来 我来说 小颖 我生命中见到你的那一天 其实是印在我生命中 最不一样的 最难忘的那一天 今天虽然我只是 种几颗土豆的 可能在你看不起的一个男人 但是以后我要能够创业 能够种一万吨土豆 把你娶回家 那他会烫 我告诉你 我觉得 没觉得好在那儿 我告诉你 明显比我差一个等级 你只需要说一句话 影子 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影子 就可以了 还要说那么多 真是 不 我觉得男人一定要有事业 他才会看得起你 你有事业心表达出来 那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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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业做这么好 你不单身吗 我一事业有事业心 我也追到了我喜欢的女孩 但是因为朴实也太多 所以忽略了别人 所以还是一只孤单的松鼠吗 很久这个舞台上没来过这么单纯的男生了 而且非常主持 很踏实 对不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四盏灯 天生我有才 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在公司一年了 已经过了该涨工资的时候了 应该怎样主动和领导提涨工资的事 我的天哪 这对于你来说简直是易如翻掌 领导我要涨工资 怎么说 我说你领导 怎么提 领导 这工资不够我生活了 然后我找对象了 领导你能不能给我涨点工资 咋不够你生活了 你又不买新衣服 对不对 再加上那个影子你也没得到啊 够用了 领导我会继续努力工作 好 去吧 就这么着 我觉得我这样说完之后 领导会看我表现 我已经看你表现了呀 我觉得 你第二次再来 你已经表现了 你再来再来再来 第二次来了 第二次来了吗 我现在获得了我们十月份的 TopSales 大家鼓掌 领导您好 听说十月份我 难得了这个奖 难得了这个奖 然后 经过很大努力 然后付出了很多 然后 给我转点工资吧 你的努力不是你一个人的汗水吧 还有学弟学妹们一起帮你吧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作为师哥 应该有表率作用 应该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鼓励 给他们加点工资 你看 你还是上次那件衬衫都没换 你不需要花多少钱呢 都让给学弟学妹好不好 去吧 当你在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有点阿甘性格的人 尽管我们在这个岗位中间选的是岗位 但其实我们讨论的是那个人 我是觉得应该对他来讲 就按照他自己的真诚与热爱往前奔跑 今天你要面试的这个工作 以及刚才师哥的推荐 他的这种技术工种只适合崔声声 其他的好像也没有适合你的专业的工作 你有想过没有 想过 那怎么办 但今天就瞄准了崔声声一家猛工 其实你要善于表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够帮到你什么 给予你什么 原来不是做马铃薯 从那个育种到生产 都做过 没有做过加工 然后今天看到那个咱们这来招聘了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加工适合我 然后还有就是说销售这一块和马铃薯有关的工作 如此说来它非你莫属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初你所谓给农户脱贫 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没有马铃薯这种产业 就是没有这种公司 然后想着就说 它们种子特别差 然后就说给它们引进一点种子 引进一些优良的品种 对对对 产量的能力提高 对 就是初心想做这个 接着群姐的话说 其实你刚刚讲你在之前的工作当中 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就是引进种子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别的贡献值吗 你还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是说我可以帮那个销售公司选购马铃薯 比如说做薯条 马铃薯的产品是很重要的 原材料的选取 对 希望做跟马铃薯相关的所有的工作 是我们企业非常欢迎他喜欢的 因为他专注 我其实刚才一直在想 可以跟他匹配的岗位 其实他作为从他的专业来讲 他的专业度没有那么 没有其实对马铃薯的了解专业度 也没有那么高 他是初级的专员嘛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给他一个储备岗位嘛 来 第二轮选择需货率 好 还有一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弹弦和反感 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如果愿意尝试品控 其实品控 生产企业的品控 其实非常专业的 他要对各个体系 有非常多的了解 你过来也只能做一个助理的岗 多少钱嘛 我们差不多五千块 要从头学起 可以 可以 就是马铃薯 冲开是两年 几乎都是我自学的 自学的 对 行了 最后考虑十秒钟 做出你的选择 翠生生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翠生生 对吧 我和企业家们交流完之后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 一股床的镜 我觉得我应该努力 然后更加挑战自己 做一个最优秀的自己